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原版皮还有1比1的它的区别 首先从外观看就很明显 这1比1的要比原版的要高一些 然后再看一下侧面 这1比1要宽 这是原版的 然后再看一下底部 1比1要比原版的高很多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两款包的皮质 然后这是原版皮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原版皮 这原版皮呢摸上去比较柔 然后它是凹凸感比较强 很立体 然后走线呢也很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是斜下来的 跟这个是连在一块的 每个地方都能连在一块 这光泽度 光泽度也比1比1的要亮很多 1比1 8暗 而且没有那个凹凸感 好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1比1的 看它这走线 先看一下它这走线 没有连到一块 而且这皮子比较硬摸起来 就像老太太的那个皮肤一样 很粗糕 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五金 这是原版的五金 一是亮度比较柔和 它比较自然 这是24K金电镀的 不会掉颜色 因为它这个镀金镀得比较厚 要是那个1比1的 它镀金镀得薄 容易掉色 而且那个颜色还不自然 好 这下应该可以看得很轻朵 再看一下这是1比1的五金 它这电镀的颜色 电镀的那个金色比较薄 然后很容易掉色 而且这个五金上摸上去手感 也没那么滑 麻麻磕磕 还有划痕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下面再看一下 李子有什么区别 1比1跟原版的 这是原版的 大家看一下这李子 李子是全皮的 里外都是全皮的 李子比较柔软 而且做的比较光滑 比较平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从上面往下看吧 这个 先说一个小小的区别 这是25厘米的 然后还有30厘米的 25厘米的这个双C 它是有凹凸感 是凸出来的 那个30厘米的呢 它是平的 没有凸出来 没有凹凸感 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烫金 这烫金是比较平整 而且很清晰 这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家再看一下 这李子 李子就是很平滑 很软 这里边有这个 雷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雷射跟这个 因为每一款香奈儿的包 它那个呼号都是唯一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卡号 还有里边跟里边这雷射的 那个卡号都是能对上的 这样才是真的 就我们这个仿金镀 就照着那庄柜的 所有的细节 跟庄柜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卡号可以看清吧 跟这个是一样的 能对上 我可以放在一块 大家对比一下 大家下边再看一下 这个香奈儿的发票 这款是那个 我们老板在 在香港庄柜 买了一款 那个香奈儿的包 它的发票是这样的 这是正品的发票 然后还有这个二维码 二维码是可以扫出来 庄柜的信息的 要是假货的话 没有这二维码 没有庄柜的信息 这个是香港庄柜的 电话地址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边 现在也可以配到发票 可以做到跟庄柜一模一样 这是我们的发票 大家看一下 在这袋子里边包的 看一下跟庄柜有什么区别 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这边是正品的 这边是我们的 大家能看出区别吗 这是发票 然后还有 我们现在还可以配到购物小票 这条码都可以扫出信息的 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篮呢 就是这个一年刷卡单 一年刷卡单跟那个商场里边消费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有三联 然后可以这个上面可以签字 可以签名 就像那个刷卡的时候一样 就打一比方说签奢明品吧 只是签一签奢 然后 庄柜里边它是 留的底单 然后客户留的是中间一连 这三连的客户留的是中间一连 我现在戴手套不太好打开 然后就跟那个商场里边刷卡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有好多客户 它是拿着当正品送人的 这一套 这个 这上面还可以指定卡号 这个卡号可以指定一样卡号 然后可以指定 这发票可以指定庆明 可以指定金额 这些都可以帮你打出来 这款原版的包包在我们网站是198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 企业QQ 签奢明品 可以加这个QQ 选择签奢明品 就是选择高端大气上档四 低调华丽 有内涵 签奢明品与您同在 签奢与您同在 您品半您同情 对对对 感谢您的费者 您让您的费人